期望与主在爱中相遇 因为主是我们的喜乐和力量 也祈求圣灵来更新我们 掌管我们的一生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 满有怜悯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保守与眷顾 让我们一周的工作生活 都蒙你的祝福平安来度过 在这主所定的主日 你让我们兄弟姊妹 放下身边一切的杂事 大家聚集在主你的面前 来唱歌来赞美你 因为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 我们能够与兄弟姊妹 来唱歌来赞美 来聆听你的话语 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 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挫折 忧苦的时候 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能够得到力量 能够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非常的幸运 因为在一百五十年前 你亲拆派了海外的宣教师 从国外来到我们台湾 将这个福音来散播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 也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听到救赎的福音 能够让我们能够从最终来得到拯救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求主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 在我们彰化这个地区 还有很多卫性的兄弟姊妹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发扬 这些早期宣教师他们的精神 将这个福音来传播给我们彰化 更多的乡亲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救赎的福音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祝日 我们知道这一所学校是在培育为你做工的传道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个神学院的事工 无论在带导或者奉献 都能够帮助这所学校 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传道人来为主来做工 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礼拜 求神亲自降临在我们这个会中 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 来聆听传道要所宣扬你的道理 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现在来攻读神的话语 今天的圣经节有两处 第一处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2章7节到10节 以赛亚书52章7节到10节 第七节 那报家因传平安 报好信传救恩的 对习安说 你的上帝坐网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加美 第八节 听啊 你守望之人的声音 他们扬起身来 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 辉回习安的时候 他们必亲眼看见 第九节 耶路撒冷的荒场 要花起欢声 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 救赎了耶路撒冷 第十节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贝 地籍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 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以上 求神让我们聆听他的话语 也去行的人能够得到祝福 讲道 我们请 郁君传道 他所要讲的题目是 行出 好